让阅读走进生活,让优秀成为习惯。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叔说。 小叔陪你一起阅读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被阴气缠身的时候,就念这句话,一起来听。 为什么人到了老了,身体会越来越差,有的人则不会。 中医说,人老是脚开始老,从下老到上。 那么,为什么会衰老,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折磨的? 比如说,淫欲心很重的人,会消耗肾经,贪心很重的人,会消耗心脏功能。 嗔恨心很重的人,肝脏会有问题,这些都是慢慢地消耗的。 这是从情绪上来讲,人因为这三要东西衰老。 而人衰老的原因中,还有一种是受到外在磁场的干扰。 比如说,一个人体内躲了很多众生,那些沙叶过重的人,吃肉过多的人,或者是烧山林木的人,他们体内都会躲了很多众生。 那么,他们的身体也会感觉很沉重。 拜佛时很累,有的人拜佛起来轻飘飘的,是体内众生走了的缘故。 我们体内躲藏了很多地狱道和恶鬼道的众生。 这些众生要维持生命,就要吸我们的精气神,吸我们的能量。 能量不足时,他们就会来捣乱,让人神志不清。 所以我们能量不足,就很难支撑起这个身体,常常感觉身体很重。 业障轻的人,会感觉身体很清爽,这是内在的感觉。 所以修行时,体内一定会起反应。 念佛久的人,念到一定境界后,体内众生度脱了,那么就越来越清爽了。 所以大家去观音寺,看那些老人,一个个都是精气神十足的。 这就是福报呀。 1. 老人念佛是福报 过去的家庭,大家庭制度,儿孙满堂,老人跟小孩生活在一起,年轻人去工作,小孩在家里,老人在家里。 老人教孙子,确实有家教。 有的家庭大,家里面开课,请一个老师,叫私塾。 请个老师教家里面这些子弟,老师教,家里头的老人也教,跟渣得好。 现在中国也模仿西方人采取小家庭制度,小孩没人教了,老人也不管了。 老人悲哀,老人可怜。 在国外,虽然他物质上没有缺乏,精神痛苦,这是真的。 老年人孤单,寂寞,学佛的人还好,他天天念经,念佛,心地平静。 如果真正学佛,这个念佛之乐,现在就能够享受到。 学佛之人,实在就不一样。 父母晚年念佛,是全家人的福报。 老年人不念佛,真的很可怜。 他们到了晚年,天天指望子女来看望自己。 但现在这个社会,子女因为太忙碌,很少有空去看父母。 于是他们非常失落。 我老了,所有人都不管我。 而且身体因为多病,也需要儿女们来照顾。 无形中,给正在事业中打拼,和抚育子女操劳中的儿女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牵挂。 其实,他们若能像藏地老人那样念佛,心里有一种归宿感,内心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波澜。 在我的记忆里,凡是见过的藏族老人,没有一个不念佛的。 很多藏地老人不喜欢子女常来看自己,怕打扰自己念佛。 比如自己每天要念两万遍佛号,如果子女来了,就不得不陪他们聊天,佛号就不一定念得完。 所以,很多老人要求子女没事,千万别来。 只要定期送点食物就行,甚至送完食物也要赶紧离开。 如果我们的父母能学佛念佛,就不会浪费剩下的宝贵时日了。 每天在清静的念佛声中度过,心里会非常清凉,临终时也会十分安详, 后世的安排也会非常的简单和顺利,给儿女和亲友们带来的麻烦也就越少。 这都是晚辈们的福报和后代的宝贵视线。 人越老就越怕孤独,修行和年龄没有关系,不是越老了就代表进阶越高雅。 很多老人,到了老了,看不开,而且欲望很重,这样就很糟糕了。 到老了,孩子都在外面了,老年人就会孤独呀。 不要以为老年了不孤独啊。 人老去,气血虚了,阴气重了,更没有安全感了,就越怕孤独呀。 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都天天要惦记着孩子因为孤独呀? 但是呢,如果他们有学佛了,能去念佛了,去惦记着佛了, 那么他们就不会孤独了。 人活着,心要有个东西占据着。 什么意思呢? 这是脑袋要有个东西在惦记着。 比如说老年了,不会动了,但是他思想仍然清楚呀, 他惦记着他年轻的事情。 所以,人到了老了,没事做,就去晒太阳, 然后去想想年轻的事情,一想就去了一天, 天天如此呢? 所以,这也是老来的可怜,但是如果他们念佛了,那就很好了。 许多老年人,活着感觉到无聊,不是一天到晚看电视,就是找人打麻将。 麻将害人,一天坐几个钟头坐上几年,他这个手脚都不灵活了。 看电视是胡思乱想,破坏清净心,很苦。 老人不念佛,很可怜,很苦。 学佛之人,这里头就有乐了。 读经,念佛,其乐无穷。 读经明理会开悟,念佛身心清静。 何况经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二,人越老,阴气越重。 人越老,阳气衰退后,阴气就会越重。 如果没有学佛,没有念佛,没有诵经,那么他们的阴气会重非常多。 首先,年轻时,肯定吃过一些众生肉,或者前辈子伤害的众生,都会在他阴气很重时来找他。 没有佛菩萨的加持力,没有念佛,那么老去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念佛的老人都是福报很大的。 老了有时间,有体力,有智慧懂得去念佛,那是财富都买不到的。 念佛,拜佛,个人生死,个人了。 你看,父母的生死,父母了,我们帮不了。 他们懂得念佛,拜佛,他们就可以有机会了自己的生死。 这是做儿女的,求也求不得的事情。 如果父母不信佛,不拜佛,那么是很糟糕的。 我们做功德,回向给父母,只能帮助一点点。 为什么呀? 个人修个人的呀,生死路上不能替代的。 生活中,很多人自以为看透了生死, 可真正看到医生的并未通知书时, 依然手忙脚乱,感觉天崩地裂, 非常渴望多活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小时,一刻钟也愿意。 可是,念佛的人不会这样。 在面对衰老死亡等问题上, 他们往往有不同于世人的一份从容与自在。 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 生活那么美好, 为什么佛教会描绘得那么可怕? 其实,你去一细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 佛教说的是非常客观的。 人生的本质确实是痛苦的, 痛苦的根源是我值。 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是因为缺乏智慧, 也缺乏面对真实的勇气。 只有这样观察明了了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超越痛苦和烦恼, 生活才能变得美好。 所以,学习佛法以后, 看清了世间的真相, 我们不但不会消极, 而且会更有智慧和勇气, 对待任何境界都不会失去理智。 这样,有智慧、关照地去生活, 就会消除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生活才会永远充满希望和阳光。 如果你家里有个念佛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 你要把他们当成菩萨呀, 要感恩呀, 要感恩三宝, 感恩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三宝, 没有佛菩萨, 你怎么帮忙你父母脱离苦海, 给他安心? 没有办法的。 我们是凡夫, 没有丝毫办法的。 所以, 要感恩佛菩萨, 三宝不仅救度我们, 也救度我们的父母, 我们能够给父母安心安乐, 这都是三宝的恩德呀。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浮生无量。 一个人出现这十七个症状, 说明该怀因债了, 一起来听。 今天在正式分享之前, 先和大家讲一个大藏经理的公案。 当年首位国有意婆罗门很富裕, 但他性格千摊, 每次吃饭时都要关紧大门。 有一天他家煮鸡吃, 夫妻俩关起门一起享受美味。 小孩坐在二人中间, 他们时不时地夹鸡肉给小孩吃。 佛陀知道此人以宿世的福德, 到了该度托的时候, 于是化现为一个沙门, 直接出现在他面前。 普罗门见后非常生气, 说你这个人真是无耻, 怎么没开门就闯进来了? 沙门说, 是你自己愚痴, 杀父, 娶母, 供养愿家, 怎么反双我无耻呢? 普罗门不明白 这话的意思便询问原因。 沙门说, 这餐桌上的鸡是你前世的父亲, 因为他性格迁滩, 所以常剁为鸡身受苦。 这小孩是罗煞鬼转世, 你前世常被他损害。 你们之间素叶未了, 所以他又来投胎当你孩子。 你妻子是你前世的母亲, 他对你感情深厚, 所以今世又转为你的妻子。 这种轮转的戏剧, 愚人不知, 只有我看得清楚。 佛陀显现神变, 让婆罗门看到自己的宿命, 他对轮回也升起了艳离心。 佛又为他说法, 他当下正得出国。 每个人在累世所欠下的债业, 会像影子一样, 生生世世都会跟随着。 如果不把这些债业还清, 人的一生都会被业障所牵累。 这种债业叫做因债, 一旦因债缠身就麻烦了。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 是被因债缠身的17个症状, 以及化解的方法。 1. 被因债缠身的17个症状。 1. 莫名其妙心烦。 2. 家庭不和睦。 3. 身体经常不适。 4. 儿孙不听使唤。 5. 经常做噩梦。 6. 内心常感到不安。 7. 容易发生口角。 8. 身边常有小意外发生。 9. 身边的贵人逐渐远离。 10. 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 11. 总想卖自己住的房子。 12. 祈祷从来都不灵。 13. 占卜抽签从来都不准。 14. 总觉得身边有无形的众生。 15. 总是看不惯别人。 16. 身边聚集吃喝嫖赌的人。 17. 经常遇到小人。 2. 冤亲债主是怎么结下的。 在宿世的轮回中, 我们与众生曾发生过不同的牵缠和纠葛关系。 18. 有的是互为彼此的关心、照顾、帮助而形成的善缘。 18. 有的则是彼此争执、抢夺、侵犯、伤害、凌辱、杀吃等种种形式而形成的恶缘。 18. 而这些就形成了冤亲债主的关系。 18. 其中,债主、泛指施与众生或拖欠众生所形成的关系名词,分为两种关系。 18. 讨债和还债的关系。 18. 怨亲则包含了怨家和亲友两个方面。 18. 而怨亲债主是指素食以来与我们结下恩、怨、亲、情等因缘,以及形成了这四种关系的众生。 18. 无论善恶,均逃不过因果,因越重,缘越深。 18. 业缘以何种方式引起,就以何种方式偿还。 18. 互欠互还,成就了六道轮回的本质,比起情债、前债,更甚者为罪债。 18. 杀心一起,罪债难逃。 18. 凡属危险大病,多由素食献生杀业而得。 18. 众生被杀害时产生无量的痛苦,这个怨恨就像无形枷锁,把他们的痛苦牢牢地锁住, 18. 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痛苦的折磨中不得开解。 18. 时机一到,必来讨回公道。 18. 或许有人会问,那有些为何不是以人物关系出现在我生活里来锁讨, 18. 而是直接以灵体形式,直接上门来讨了呢? 18. 这很简单,就比如你借给别人钱,别人几个月没还,可能也就算了。 18. 如果拖上了好多年,而又碰到你缺钱的时候,真把你逼急了,你不也得上门讨债吗? 18. 更何况有些债务关系已经拖了几世了,积累下了大量的仇恨。 18. 而处理冤亲债主法事,关键点并不仅仅是花钱了事, 18. 而是要通过调解,使对方化解愿意,放下仇恨。 18. 绝不可产生不服或争执,不然将使事态变得愈发严重,甚至生生世世不得安宁。 18. 这就意味着,除了需要诚心、耐心的调解以外,最主要的是当事人要有恭敬、忏悔与慈悲心,这种力量才是最大的。 18. 而若非真心忏悔和慈悲,即使法事已经在执行过程中,依然会受到阻碍。 18. 化解冤亲债主的六个方法。 18. 吃素戒杀并回向冤亲债主。 18. 吃素是断杀戒杀的开始,从此不再制造新的冤亲债主,避免各种疾病灾难蔓延。 18. 建立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 18. 诵经宵夜并回向冤亲债主。 18. 每天念诵地藏经,在佛力的加持下,使读诵者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得到超拔,业障逐渐消除,身心、家庭事业等相应得到改善。 18. 忏悔解冤,并回向冤亲债主。 18. 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在佛前顶礼一百零八次,真诚齐请八十八尊佛慈悲加持,致诚忏悔过去所造罪业,发愿断恶行善,从心中消除罪障。 18. 放生就是还债,还累生累世以来无数的杀债,还杀债最快的方法就是放生,人类遭受疾病,各种灾难,诸多不顺,大多都是杀业所致,放生可以培养慈悲心,彻底断掉杀生习气。 18. 行善基辅,并回向冤亲债主。 18. 每日起心动念,要为别人着想,起一善念,这是心行一善。 18. 每日言谈举止中,说一句有意的好话,这是口行一善。 18. 每日身体力行中,做一件有意别人,有意社会的事,无论大小,这是身行一善。 18. 日积月累,身口意逐渐趋于纯善,这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善根福德因缘滋良。 18. 行善基德,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所谓百善孝为先。 18.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就有善神保护,冤家债主不敢来报复他,还有就是常作不失,心存善意为他人设想。 18. 这样也会有善神保护,冤家债主也不会来报复。 18. 不过,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冤亲债主只是暂时不敢来报复,但经过几次投胎转世,如果不行善积德,没有了福报,就没有善神保护,素适的冤家债主就会利用机会来报复。 18. 超度并回向冤亲债主。 18. 什么叫做超度?超度就是感化。 18. 冤亲债主过去和我们有恶缘,恶缘是怎么来的? 18. 多因很心肠,因为心肠太硬了,没有慈悲,恶缘就产生了。 18. 要化解他们,先要培养慈悲心。 18. 不明理的人,不知道解冤是结,要从化解冤亲债主内心的仇恨着手。 18. 反而利用大鬼赶小鬼的打压方式,仗着他们所拜的鬼神或符咒,去驱赶冤亲债主,强迫他们离开。 18. 此举不但成效不彰,还会把冤亲债主给惹毛。 18. 虽然可能暂时屈服于大鬼的势力,暂时离开不来讨债,但等到过阵子因缘幼聚足时,就会变本加厉来算这笔账。 18. 犹如欠债人对待讨债人,不但无还债之诚心,反而以强满手段对待讨债人,导致愁上加愁,所以冤冤相报,苦不堪言。 18. 明理的人了解凡事皆有因缘,欲知前是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是果,今生做者是。 18. 为彻底解冤事结帮助对方离苦得乐,离应以慈悲心、真诚心念诵佛经来回向给冤亲债主。 18. 借由自己真诚忏悔的心力与佛菩萨大慈大悲的法力,来化解冤亲债主内心的仇恨,解除他们身心的痛苦,并帮助他们超生善道或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样才能真正解开往昔纠缠不清、冤冤相报的恶缘。 18. 再化解怨恨之余,希望当事人都能从中吸取教训,当以该世之债,谨行此生之举。 18. 道法无边,因果不虚,即使早已忘却过去的恶因,而释放的恶果始终将如期而至。 18. 因为在因果面前众生平等,不是不报。 18.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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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害怕得全身发抖 但是吃别的动物被割下来的肉 就说真香真好吃 不吃不行不够营养 令我们想起一首诗 莫道群生性命危 一般骨肉一般皮 设身处地门心问 谁肯将刀割自身 莫道群生性命危 我们不要认为 其他众生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 不值得重视的 一般骨肉一般皮 他们的骨肉和皮 跟我们一样是会痛的 设身处地门心问 我们设身处地的交换自己 来问问自己 谁肯将刀割自身 有谁肯拿刀割自己的肉 给人吃呢 以前有位林世民老师很风趣 他告诉我们说 假如您要劝人吃素 千万别讲 你吃的鱼罐头 就是个鱼棺材 也别讲 你吃的香肠 那个肠原是装猪大便的 你要劝人吃素 也别讲 汉堡里包的是牛尸体 以免让人起反感 但其实 这些都是事实 不是吗 1. 吃素真实的十大好处 1. 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素食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成分 植物营养素和维生素 这些都能帮助素食主义者 降低罹患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风险 另一方面 喜欢吃肉的人 尤其是那些喜欢吃肥肉的人 患上癌症的几率则要更高 2. 预防二型糖尿病 随着世界范围内肥胖者的增多 二型糖尿病也越来越普遍了 素食中包含多种碳水化合物和纤维 能够帮助身体更有效的分泌胰岛素 从而预防二型糖尿病 3. 拥有健康的肌肤 蔬菜中含有大量水分 是抗氧化成分和维生素的丰富来源 这对于食客拥有更健康的肌肤来说 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4. 不含有或含有少量饱和脂肪 素食的烹饪一般采用植物油 来提升食物的风味 这就避免了摄入不健康的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会引起各种心脏和心血管疾病 5. 避免吃到激素 水果、蔬菜和豆类 不会被注射那些影响人体健康的生长激素 和其他化学物 6. 提升能量 吃素的话 身体就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消化动物的蛋白质 从而让人精神更充沛 这是吃素带来的额外好处 7. 降低血压 素食食谱中的脂肪和钠的含量都较低 有利于降低血压 加速血液循环 8. 改善消化 果蔬中含有丰富的纤维 有利于改善消化功能 9. 延长寿命 吃素的人身体健康 体内毒素和化学物质较少 从而会比肉食者的寿命更长 有研究显示 素食者的寿命要比肉食者长3到6年 10. 减少消费 如果不买肉食的话 素食者可以减少约四分之一的食物消费 2. 食素的益处 素食让您不经意中 尝养一份慈悲、仁爱、和平的心 让您无形中产生一种尊重生命 爱护动物的善心 素食让您健康、延年益寿 美貌、喜悦、聪明 素食让您远离尿素、抗生素、激素、荷尔蒙 镇定剂、催生剂、防腐剂等化学剂的侵害 减少患癌症、减轻胜负担 素食有利环保 节约地球资源 减少水污染 素食避免动物毒素从口入 维持人体健康的弱减性血质 增强免疫力 低胆固醇、低脂肪 素食提升记忆力 吃素帮助治好糖尿病 激活内在的免疫力 使人变得更有气质 脾气更柔和 素食让您日行一善 无形中达到放生的境界 活得心安理得 增加德行和幸福 三、佛说吃素功德利益 节选自佛经 大方广佛华言经十恶品 嘉业菩萨问佛言 世尊 为愿如来为我解说 不饮酒不食肉者得多少福 佛告嘉业 假使有人以向马牛羊 玻璃流宝阴落 国家城池妻子持布施 其功德百千万分 犹意不如 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 负 假使有人以百千两黄金 便满三千大千世界持布施 其功德百千万分 犹意不如 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 负 假使有人以金柱 如人身般金身 数百持布施 其功德百千万分 犹意不如 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 负 假使有人造作繁华宝盖 便满三千大千世界 其功德千百万分 犹意不如 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 负 假使有人造大浮屠宝塔 炎炎相接 如道麻主委 上至梵天 其功德百千万分 犹意不如 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 皆以此功德 消除塑献业 增长租福慧 原成圣慧根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